如果刚刚的方法不对,那到底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算这个题目呢? 我们再想一下,这个长方形的花圃呢,长是这样,宽是这样子 那面积呢,我们当然知道是怎么样 长乘以宽,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应该还是三又五分之四公尺去乘以二又三分之一公尺,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之前有印象的这个分数的乘法呢 是学什么?我们学的东西是说,如果两个分数相乘的时候呢 那么做法应该是分母,怎么样?乘以分母 分母乘以分母,然后呢,分子乘以分子 分子乘以分子,OK? 所以在带分数里面有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诶,它还多一个整数的部分呢 那如果我要用我们原本的规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带分数把它转换成什么? 甲分数嘛,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们就试着做做看 带分数换成甲分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原本这个是三又五分之四公尺 那我现在换成甲分数的话,代表这个长度是多少? 就变成五分之十九公尺咯,是不是? 然后呢,这边会变成多少? 这边就变成呢,二又三分之一公尺就变成三分之七公尺了,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转换成甲分数之后 OK,从带分数换成甲分数之后 就变成是五分之十九 乘上呢,三分之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分母乘以分母 分子乘以分子的方式 所以就变成是五乘以三分之十九乘以七 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考验一下你算术的能力啦 所以,下面是十五分之 上面呢,教你先用二十乘以七 会变一百四 然后再减掉呢,七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一三三 好,那这样子算出来 我们最后最后呢,再换算成带分数 这样子比较清楚的表达 是八又十五分之十三 什么?平方公尺 这个是我们答案的单位 平方公尺 OK 好,所以呢,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我们得到一个重点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要算带分数乘以带分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它换成假分数乘以假分数 所以呢,我们写一下这个简单的概念 当我们看到带分数乘以带分数的时候 好,带分数乘以带分数 好,那呢,我们为了要应用这个规则 就是分母乘以分母,分子乘以分子 这种分数的乘法的规则 那我们建议呢,就把它换成 什么呢? 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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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 假分数 乘以 假分数 OK 好,那这个观念你清楚了以后 对于你在算带分数乘法的问题 就无往不利咯